宏偉是有朋友遇過女孩子腸胃不好 嘴巴有味道 是 然後不敢講 是不敢講 分手 因為像我們 像我自己 或有一些周遭朋友 事實上對於人跟人之間互動的氣味 靈感度是很強烈的 包括糊臭啦 甚至一些流汗的腋下的味道 或是身體會有一些體香 包括我們有時候我們坐飛機 旁邊有些體香 我們自己會受不了 甚至有些人抽煙 那個老煙槍 你光你呼出去的味道 那個真的是會讓人家難以生活在一起 或是甚至你短短的飛機的 那個兩個小時 你都沒辦法接受 像我這個朋友就是 他剛剛認識的女朋友 那一開始我們吃飯一定會距離 差不多五十公分 六十公分的距離 你根本不會聞到 他一些身體嘴巴裡面的一些異味 那後來Dating的幾次 吃了幾次飯 可能會有牽手 比較有要擁抱接吻的一些動作 才發現說第一次接吻會發現嘴巴 女孩子嘴巴會有一些臭味 就是有點像那種 從胃裡面散發出來的腐臭的味道 事實上這個是因為可能是跟腸胃有關係 然後第一次他可能認為說 可能是偶爾為之 可能火氣比較大 今天狀況比較不好 對不起 當發現他口香有味道 你繼續吻下去嗎 你總不能要接近的時候就閃開了 這樣是呼吸 又不是說有靜電馬上彈開 或是忍住啊 彼此捏著就親下去了 然後第二次 第三次 他去 你幹嘛 我覺得不可能吧 什麼 我覺得就是說暫時停止呼吸 已經很那個了 但還要親下去 我覺得那真是冒險行為 所以你不會親下去 沒辦法 那可是女生一定會問 他眼睛已經閉起來了耶 你說 你就跟他講說 而是我腸胃不好 先去嗓 真的嗓 H 如果是你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吻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就我一定有遇過這樣的女生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 也有情況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會體諒他可能今天 對啊 搞不好人家女生 在忍耐我們耶 對啊 而且你知道 我有朋友是那種 就是男生嘛 他突然就不吻 女生說 你為什麼不吻 都靠這麼近囉 他就開始問 你為什麼都不吻我了 那個氣味更多 你說還在硬著頭皮 吻下去 他才可以閉口 一直問說 你為什麼不吻我 所以我會這樣嗎 那個家庭還算 乾脆吻 對 乾脆 大家就是牙齒咬咬 就吻下去 他鼓起來 對 OK 然後這朋友 其實他也是算滿貼心的 因為他覺得跟他相處 事實上是愉快 如果說只是一個 小小的缺點 然後就放棄這麼好的 一個感情關係 他覺得有可惜 然後他就想一想 要如何去讓他變得比較 他可以接受 你拿口香糖給他 他也覺得這個太明示了 所以他後來去上網查 就是說 原來古代有人 皇帝會 所以人家給我們口香糖 就表示我們有味道 有可能會是 有可能會是 對 這滿常見的 而且也很明顯 然後他就上網去查查 發現說古代 對 丁香這些東西 他就是一個小小的 長長的 對 其實你去中藥店 都買得到 就是一般我們走進 亞科的那個味道 他那是丁香的味道 然後他就好心去 去中藥行買了一盒的丁香 就說這個是對身體有好處 他也不告訴他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你沒事就可以拿起來 嘴巴含 含一下 結果因為你知道那個丁香 他中藥材 事實上他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重 你真的去含下去的話 不見得是好吃的 反而是另外一種味道 可能是另外一種 但是他至少相對噁心的味道來講 他是算是比較清香型 結果後來這個女孩子吃了幾次 他覺得這個味道 他不喜歡就不吃了 那後來他等於是 等於他這個善意的這個橘子 就破功了 但是他也沒辦法繼續走下去 這味道還是存在著 那另外說還有女孩子 因為媽媽從小就把他打扮成 像洋娃娃的裝扮 所以也有問題 是 這個女孩子是一個大家鬼秀 那家裡的環境也非常的好 因為媽媽生的女兒 總是喜歡把他打扮 就打扮會比較像少淑女的方式 就是穿一些小睡花 長裙 就是會有一些雷似的東西 那你只好說像這樣子的女孩子 長得漂漂亮亮 你現在已經不符合 市場上面的一些 fashion的一些觀點 但是每次他們跟他們 一起出去dating的時候 他總是穿成這樣子 人家會覺得 你一個長得這麼甜美的女孩子 怎麼會穿得這麼老成 我們內心裡面會去講說 是一個老氣 所以我的朋友就會跟他講說 你下次出來跟我們玩 其實你打扮得這麼慎重 你就牛仔褲T恤就好了 然後講一次 講兩次 他還是永遠這樣子 綁個娃娃頭什麼的 後來我這朋友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 他是後來忍受不了 就跟他講 其實你這樣穿不是好看 是老氣 那這個女孩子也沒辦法接受 他說我從小到大 我爸媽給我的審美觀念 就是要穿得像少淑女這樣子 兩個這樣子也是不歡而善 那女生會 如果說被無緣無故的分手 會死纏爛打的追問嗎 我覺得有些女生是會 但是說實在的 她問了這些東西 分手有很多千百種理由 但其實最終一點就是 其實就是不愛了 你為什麼要去揭穿 慢慢去發掘最後最終理由 其實就是我不愛你了 你那些理由都是假的 其實曾大哥 我在我們的那個案例裡頭 我看到很多有很多女生 她們都是不明不白被分手 或我不確定她們是不是真的 真的不明不白 或者是她覺得對方的分手理由 不是理由 有非常多人都會困在這種 就是被分手的狀態裡頭 甚至有些人 那個會憤怒 無知無知 被人擋什麼 會憤怒 對 有些人你知道 甚至他們其實交往的年 交往的年資也大概不到一年 或者甚至一年左右而已 他們卡在那個為什麼裡頭 他們可以卡五年喔 對 然後可是他們每次都會一直想要問說 到底為什麼對方他不愛了 對方他要離開了 對 但我覺得其實就像剛剛那個 宏偉哥講的 我覺得很合理啊 就是不愛了 但是重點就是 他們為什麼要一直問那個理由 的背後 其實就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 就是你告訴我原因嘛 你告訴我原因 我改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分開 所以其實很多人 他困在那個答案裡頭 他最終希望是 我們不愛了又講不出來 但其實你分開就在表達你不愛啦 對啊 那還比我們問為什麼 我們要怎麼講 所以其實我們說分手後不聯絡 是最後的溫柔啊 對 意思就是 你就不要再讓對方有錯誤的希望 為什麼這麼多人分手走不出來 一個他卡在不明不白裡頭 第二個是他保有錯誤的期待 再來是他覺得 他跟你繼續保有聯絡的時候 我們那個情緒依賴的感覺 我想到你 我想念你 我還是可以找你 那個感覺就好像都沒有斷掉了 真的喔 那Cincia這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女孩子要不要太在乎 你是說如果說 就是被不明不白的被分手是不是 其實我認為身為每個 就是你還是很想要延續這段關係 可是你被對方提分手 坦白講啦 對方給你什麼理由 你都是不能接受啦 我認為是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是百分之百接受的 所以說我認為有些女生會想要知道 就像老師所說的 通常會講什麼 個性不合 個性不合啦 他不會挑你身上的缺點 你能說是人身攻擊嗎對不對 或是家裡的人 我媽不喜歡 對 還是怎麼樣 對 可是我認為對於提出分手的那個人 他會覺得 我真的不想再當壞人了 因為這我們兩個人當初在一起的話 我跟你提分手 我當那個壞人 然後我還要再砍你一刀 說出背後真正的原因 我好像就在傷害你一次 所以你為什麼不說出來 因為他認為 這句話我不夠愛你或不愛你了 可以留給你旁邊的人告訴你 我們節目就在討論了對不對 大家專家都在講說 其實就是不愛了 你跟你朋友哭訴 朋友也會告訴你 我跟你講不管他給你什麼理由 他就是不愛了 而提出分手這個人 他會希望 你的周遭的朋友 會告訴你這件事情 我可以不用告訴你 因為我還是想要當壞人之中的 一點點的好 所以不要問 其實我 分了就不要問 我覺得你問 我認為也不會有太大意識 那個人他如果瞞到底 其實有些分手的理由很簡單 為什麼 我就想無縫接軌 我出軌了 或者是說 我接你是我的外遇 我不能夠講出來 那你一直問一直問 他也不見得會給你真正的原因 所以說我覺得點到為止就好 是